鸟在树上求偶 我觉得好玩 学了两生就走了 结果晚上的时候 一个帅哥出现在我床头 气急败坏 接受了我的求婚 还想跑 你 我是一个十八线女明星 因为某综艺的恶意剪辑 被网友追着骂 经纪人怕我想不开 于是让我出来旅游放松 正在欣赏风景时 突然看到一只五彩斑斓的山鸡 站在梧桐树上鸣叫 看着那鸟半天 我也不知道自己脑子抽什么风 竟然学着叫了起来 树上的鸟在听到我声音时 明显一愣 低头望向我 我叫得更卖力了 想起来香飞都可以吸引蝴蝶 说不定在这人节地灵的深山老林里 我这美妙的歌喉 还能把山鸡吸引来呢 正当我学得起劲 那鸟忍无可忍一般背过身去 整个背对着我的姿态 有那么难听吗 网友都骂我假唱 一只鸟都嫌弃我 我一时恶像胆边生 不着调地学着鸟的音调 阴阳怪气地叫起来 那鸟一愣 然后僵硬地回头看我 竟然慢慢地围绕着梧桐树盘旋起来 好家伙 我这要牛逼 等我唱够了 那只鸟已经飞到我面前了 似乎有些犹豫 给我雕了一根羽毛 嗯 我的绑一大哥吗 这是给我的小火箭 我向他抱了抱拳 接过羽毛之后 没忍住摸了一把他那好看的羽毛 不由得感慨 这鸟不拉屎的地方 真是人节地灵 山鸡都跟别的地方都不一样 毛都是五彩斑斓的 细看竟然还有闪闪的灵光 在我手触及他身体的时候 这山鸡明显一降 然后将头转了过去 似乎很不情愿 也对哦 这可是在野外 我还是别那么行了 手刚刚打算离开 他突然一展翅 噗隆隆就飞走了 我可能真的被骂的脑子出问题了 不然怎么从一只鸟的背影里看到害羞 啊 再过一天我就要回去了 想想还是很舍不得这里的风景的 哦 还有那只好看的山鸡 这么想着 我沉沉地睡了过去 结果晚上的时候 我突然就醒了 这么多年的经验告诉 我身边有人 我有开灯睡觉的习惯 于是一睁眼 就看到一个帅的惊天地气鬼神的人 抱着手站在我床头 不知道打量我多久了 我滴妈 我大声叫起来 却被他一把捂住嘴 我这是还在做梦吗 这人谁啊 变态粉丝吗 看样子不像啊 穿得像沙马特一样 花花绿绿的 我快速恢复冷静 眼神示意对方我不喊 他才放开我 正打算开口询问 这人要干啥 是不是撕生饭的时候 对方先我一步 慢慢向我靠近 然后手背过身 完了 完了 我心里想 不会掏刀子打我吧 结果对方掏出了一根羽毛 我满脸问号 看着他慢慢涨红的脸和耳朵 不由地问 你是 对方似乎很不可置信 把羽毛举到我面前 你居然不记得我了 你太薄情了 什么玩意儿 我不记得我玩弄 不是 邂逅过这么一个帅哥呀 对方看我不像说谎的样子 把羽毛凑到我面前 气急败坏 既然答应了我的求婚 为什么又把我的羽毛丢了 羽毛 我不由地看向这根色彩斑斓的羽毛 心里居然萌生了一个 十分荒诞的想法 这小子 不会是今天的山计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这肯定是私生 不然怎么知道我的行踪 我稳了稳情绪 尽量不激怒他 试着问道 这个 你怎么进来的呀 他还是有点别扭 指了指窗子 小声说 你没关窗 我从那里来的 好家伙 我就知道是变态 爬窗进来 这真的忍不了 但是我忍住发火的冲动 安抚道 那个 我知道你喜欢我 答应了我会负责的 有原则 你就赶紧滚蛋 别吓我了 我在心里暗骂 但是脸上还是笑的 好言相劝 你看这天色不早 不然 你还是回去吧 我保证不报警 对方似乎听不懂我的话 一脸吃惊 你赶我走 对呀 那不然嘞 他似乎很是失望 很是伤心 好像我真的是个 玩弄感情的渣女 你们人类真是薄情 哈 不会是个疯子吧 我继续劝他走 他却说自己 真的是今天的那只鸟 见我不信 他沉默了一会儿 然后一阵光闪过 今天那只五彩斑斓的鸟 又出现在我面前 我从不骗人的 我听见那只鸟说道 这鸟 是刚刚那个神经病变的吧 妈妈 我见鬼了 我在原地愣了几秒 然后把腿就跑 忍不住回头的时候 发现那只鸟 愣愣地站在窗子上看我 好像是被丢弃的小孩一样 有些落寞 不过 我管不着了 飞快地起身开车 立马往最近的派出所赶去 还不忘带上那根 五彩斑斓的罪证 三 到了派出所之后 两个热心的民警接待了我 我喘着气 接过他们倒的水 我要报警 我神秘地看着他们 接下来我要说的事情 有些匪夷所思 你们不要害怕 他们往后面的椅子一靠 安慰我说 我们是警察 我们不会怕 我感激地看着警察叔叔 压低声音说 就在刚刚 我被一只山鸡缠上了 两位警察互相看了对方一眼 靠得更厚了 山鸡是哪一位 我有些激动 他不是哪一位 他是有两个翅膀的山鸡啊 曾经的那种 会说话的 警察叔叔恍然大悟 给我画了张画 我 不是腿毛 是全身都有毛 警察叔叔又画了张 我 不是胡子 是翅膀啊 警察叔叔在画 我 他有JJ 他是男的 警察叔叔画风逐渐诡异 我有些急躁了 警察叔叔 聊斋志意看过没有 就是那种唇红齿白 身材很好 长得很帅的鸟啊 警察叔叔恍然大悟 明白了 您继续说 我看到他理解我了 感动极了 但不 学了几声鸟叫之后 就被一只曾经的山鸡缠上了 他半夜跑到我家里 他差点要跟我结婚啊 我 我听到他们 扑斥一声笑出来 我 你们笑什么 警察一 我想起高兴的事情 我 什么高兴的事情 警察一 我老婆给我炖了鸡汤 就在这时 另外一位警察也笑出声 我 你又笑什么 警察二 我老婆也给我炖了鸡汤 我震惊极了 警察都吃鸡了 我居然被鸡缠上了 你们吃的鸡 是同一只 啊 对对对 我有些愤怒 他们好像在嘲讽我 喂 我没再开玩笑 我真的遇到山鸡成精了 他们用力使自己严肃 然后憋着笑说 咱们言归正传 你说的那位山鸡 他漂亮吗 我有些无语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管漂不漂亮 我急切地回忆着他的长相 口水不争气地从嘴角流出来 他不是那种漂不漂亮的问题 他是那种 就是那种 他的眼睛很黑 虽然不大聪明 他皮肤很白 鼻梁很挺 遗憾刚刚太黑 没看到他的胸肌 扑斥一声 他们又笑了出来 喂 我认你们很久了 你一直在笑我 他们又一秒严肃 同志 我们受到严格的训练 无论什么好笑的事情 我们都不会笑 除非忍不住 我还想在补充的时候 他们安抚道 不如你先回去等消息 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你调查进度 我满意地准备离开 还嘱咐他们多带点人 毕竟这山鸡看起来挺大的 一个女警官走过来 似乎认出来我 抬抬我的肩膀 李一言是吧 我知道你最近被骂了 但是要适当放松看开点 我感激地看着美女姐姐 他们还会关心我 好感动 然后我重重点点头 转身离去 随即听见派出所的爆笑 可能他们想起高兴的事情了吧 应该会相信我的吧 然后第二天 我就在微博看到机条热搜 警号李一言 精神错乱跑到派出所闹失警号 警号李一言被山鸡袭击警号 警号李一言封了警号 曹 不相信我 四 经纪人堂姐因为这是把我骂疯了 但是不得不说 他脑子真好使 趁机给我接了个宠物综艺 是一档主打轻松治愈的直播综艺 五个固定嘉宾一起经营宠物客栈 每一期都会有不同的飞行家 冰袋特殊的宠物客人来做客 我想也不想就摆烂拒绝 开玩笑 一时被鸟追 十年怕鸟毛 我就算没钱饿死 也不会带鸟上节目 他点点头 默默给我递过来一张合同 这是另外的价钱 哈哈 我突然觉得我又可以了 这世界上怎么可能有怪兽呢 要是真有这玩意儿 我直播吃屎 我事后去找那座山头都没找到 肯定是压力大产生幻觉了 网友骂得对 唐姐满意的点点头 给我找了只鹦鹉 嘱咐我好好养 培养感情 与此同时 宠物客栈开始录制 这一期只需要在家里直播采访 和宠物的互动日常作为先导预告 还剩一个小时开播时 我出门倒了个垃圾 却被一双手抵在墙上 疯狂挣扎中 就听见低沉的声音 在我耳边说道 是我 温热的呼吸 就喷洒在我脆弱的博狗 危险诱诱惑 我睁大眼睛 看清楚那张帅的 让人印象深刻的脸后 整个人像被雷劈了 之前那句要是真有怪兽 我就直播吃屎像弹幕一样 不合时宜的 在我脑子里滚动播放 那个山西男 他来找我了 见我不动 他放松警惕 慢慢把手放下 质问道 为什么丢下我跑了 啊 他说的应该是我从山里跑回家 好家伙 我都遇到怪兽了 我还不跑 我等着被吃吗 但是我肯定不能激怒他 只能说 我是去玩的 现在得回来工作了 我想了下 他一个野鸡 估计也不知道工作是啥 于是换了个他能听懂的词 就是出来捕猎了 话说完 他诡异地看了我一眼 似乎有些嫌弃 但是碍于责任又只能接受 问道 我看人类都进化到21世纪了 你怎么还要捕猎 你还挺与时俱进啊 他还想继续说什么识 多年的镜头直觉 告诉我周围肯定有狗仔 于是我咬了咬牙 他心情明显地变好 嘴唇都微微勾起 当然他自己并不知道 声音却还是别扭冷淡的 那就带我回家吧 趁这个功夫 我本来不发达的脑子 飞速运转 加上我最近学习的鸟类知识 搞清楚了一个事实 眼前这个穿得五彩斑斓的沙马特 可能真的是只鸟 那天他估计是在发出求偶蓝牙 被我莫名其妙地连接成功 现在怎么办 我该怎么解释 怎么摆脱这个怪兽 我一边想着一边打开门 他本来心情不错的样子 却在进屋后脸色大变 眼里全是震惊 整个炸毛 我奇怪地顺着他的目光看去 发现了那只 我养在家里的小鹦鹉 坏了 果然 他直接顺移到笼子面前 眼睛危险地眯起来 你有了新的配偶 五 不是 怎么有种偷吃被抓的感觉 我赶紧想怎么解释 生怕这会儿一个不高兴 把我和那只可怜的小鹦鹉一起吃了 而此时门铃响起 拍摄的工作人员 已经要进来录制了 我靠 怎么赶到一起了 要是被拍到我家里藏了的男人 还是个妖怪 我就完蛋了 此刻我的大脑飞快运转 CPU都快干烧了 眼一闭心一横 也顾不上害怕 直接说 大哥 帮个忙 变成那么大点的鸟行吗 然后指了指他手边的鸟 他挑了挑眉 似乎在等我的解释 但是听到我让他变成鹦鹉大的鸟时 满眼不可置信 你居然让我当他的替身 我玄凤绝不可能做替身 不是 这都什么跟什么 但是门铃声一声 比医生急促 时间紧急 我急中生乱 有些烦躁的指着窗户说 那你快飞走 说完之后我就怂了 生怕他一个不开心给我嘎了 玄凤浓色一瞬间变得深不见底 就这么居高临下瞧着我 然后慢慢逼近 我靠 我不会今天交代到这儿吧 哼 替身而已 我不在乎 我听到他在我耳边说 然后瞬间变成了一只巴掌大小的鸟落 到我肩上 我在原地愣了一会儿 一边叮嘱他 一会儿不能露线 不然要被抓走 一边急匆匆开门 直播采访开始 工作人员这时候就开始问 给我们介绍一下你的宠物吧 我努力管理自己的表情 尽量不看落在我肩膀的悬凤 笑着说 我的宠物是一只小鹦鹉 叫悬凤 然后就是长久的沉默 工作人员着实没想到 我居然这么冷场 弹幕也开始刷起来 笑死 第一次见到宠物和主人不熟的 这热度蹭的妙 加一 被山鸡袭击什么的都是炒作吧 指不定哪里找的宠物鸟凑数 颜姐怎么不对劲 她好像挺怕她的鸟 装出来的呗 工作人员首先打破沉默 眼间的发现 我角落的另一只鸟 问道 看来颜颜很喜欢小鸟呢 那里还有一只 不知道会带哪支路节目呢 好家伙 你是真会问啊 此话一出 旋风立马看向我 余光都能感受到 她审视的目光 刚刚都没来得及跟她解释 这会儿估计还以为自己是替身 现在莫名搞得我 像在大房二房之间 二选一一样的渣渣 被她看得浑身发麻 我硬着头皮说道 那肯定带我肩膀上这只 听到这个回答 旋风满意地点点头 工作人员追问为什么 哪有那么多为什么 我被胁迫了看不出来 啊啊啊 我继续胡编乱造 我这只好看 你看这毛多亮 你看这眼睛多美 你看这 还没说完 肩膀的旋风突然小声 叫了一声打断我的话 背过身去 头顶的关羽却慢慢开屏 整个鸟都是紧绷的 工作人员被这一幕逗笑了 说 你家鸟还会害羞呀 真可爱 弹幕此时又开始刷起来 哈哈哈哈 火久见 鸟吃醋了 对对对 刚刚听到第二只鸟的瞬间眼神 都不对了 听到选它的时候 还点了点头 太可爱了 天哪 夸它好看 还会被过身害羞 小鸟不知道 自己已经悄悄乐开屏了 哈哈哈哈 工作人员继续问 所以也是更喜欢这只好看的鸟了 这个话题一出 玄凤头顶的毛一抖一抖地 又开始看过来 真是八山储水七凉地 山几都要威胁你 集中生智 我打哈哈 这只其实不是我的鸟 是我朋友 放我这寄养的 玄凤歪头看向我 听到之后松了一口气 然后主动凑过来蹭了蹭我的脸 还给我叼了一根羽毛 颇有些低声下 四道千里异味 我不理解 它又整什么死出 只能回应地收下 然后给前面的话找不 其实两只鸟都特别好看 只不过 那只是我朋友喜欢的颜色 我肯定喜欢我们家的嘛 两只都一样好 完美 省的后面又说 我踩一捧一 但是不知道 又有哪个字眼触到它 玄凤又低头蹭了蹭我的脸 十分愉悦地展开关羽 弹幕明显 也发现了这一幕 纷纷刷到 看给孩子吓得 疯狂找不 两只鸟都一样好 哈哈哈哈 离端水大失言 你完了 鸟给你叼毛了 这是求爱啊 刚刚说离言和宠物关系 不好的打脸了吧 不好能送羽毛 六 之后的采访都重归重举 无非是让鸟展示 才艺之类的 玄凤很给力地 让干啥就干啥 采访结束工作人员 都忍不住想弄了它 它自然是不肯的 很高冷地飞到一边 和在我旁边的温顺 完全不一样 我尬笑着 把工作人员送走 关上门那一瞬间 我松了口气 仿佛度过了一个世界 突然 驳梗传来温热的气息 玄凤从背后抱住我 头底在我颈尖 小声说 对不起 我误会你有别的配偶了 怪不得直播的时候 就那个样子 原来是听到我的解释 认为这只鸟是朋友的 不是我的 我有些不自然地 让他放开我 纠结再三 还是跟他推心置腹 聊了起来 终于搞清楚一个事实 他是山头的一只凤凰 我误打误撞 答应了他的求婚 还收了他的羽毛 完成了契约 所以按照他们族群规定 他一辈子都给跟着我了 确定他没有恶意 不会伤害我 且有凤凰享乐滤镜后 我简直想把当时犯贱的自己 给捶死 疯狂跟他道歉 我是闹着玩的 我当时不是那个意思 玄凤猛地抬头 眼神里都是震惊 你跟我玩玩 等一下 这怎么莫名 有点像上次剧本 李渣男吃肝抹镜跑路的剧情啊 我继续解释 那天的求婚是个意外 不然这样 你明天继续去 那叫几声 肯定有更好看的凤凰 答应你的 玄凤有些沮丧 指了指那只笼子 控诉道 可是你刚刚还说最喜欢我 现在又赶我走 他妈 我当时那是怕你弄死我 随便瞎说的呀 果然一个谎言 要无数谎言去解释 我真该死啊 不仅坏鸟的姻缘 还把自己搭进去 解释半天 玄凤还是不为所动 我只能自黑 我哎 你看我 大家都不喜欢我的 我脾气坏 还没有素质 我们不合适 玄凤专注地看着我 无比真诚 我就挺喜欢的 说完后 好像意识到什么 赶紧扭过头 耳朵瞬间红了一片 这鸟还挺纯情 气氛突然有点鬼 一底尴尬 堂姐的电话事实响起 我接通之后 她有些激动地说 盐艳哪里找的鸟 太聪明了 今天的直播反响特别好 玄凤听到有人夸她聪明 有些傲娇的挑起眉毛 堂姐继续说 你过几天去外地录综艺 带你的那只去 我买的那只明天 我来拿回去 我没来得及拒绝 堂姐那边 就闹哄哄地挂了电话 我看向玄凤 想着算了 先参加综艺应个集 之后再慢慢把它说通 总不能真让我 跟一只鸟生活一辈子 太离谱了 之后几天 我和玄凤一人一鸟 生活的还算和谐 慢慢相处下来 我发现她没有一点恶意 就是可能和鸟的习性有关 她特别喜欢抱我 而且抱完自己 还想害羞 我义正词严地跟她说 我们人类求婚是要戒指 而且不会像你一样 随便搂搂抱抱的 是要争得对方同意和尊重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 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没多久 我们就开始了新一期的录制 气 她变成鸟之后 只有我能听懂她说话 别人只会觉得是鸟叫声 这样也方便录制 到了录制地之后 这鸟来了 这人怎么阴魂不散 她居然也来了这个综艺 我嘴角立马下垂 风景都变得不美丽了 方明一脸人畜无害 走近看了一眼笼子 看似开玩笑 不会是那次袭击你的山鸡吧 你懂个屁 你才是鸡 这是凤凰 不就是上次你骚扰女生把你骂了 至于这么激愁吗 笼子里的悬缝 似乎嗅到危险的气息 眼睛危险地眯起来 头顶的关鱼已经炸开 猛地撞击笼子 发出刺耳的声音 方明吓了一跳 拉着她的宠物小泰迪 不由地退后一步 我赶紧安抚 不是说你哈 你才不是山鸡呢 然后摸了摸她头顶的羽毛 果然她平静下来 享受地蹭了蹭 然后在笼子里飞了一圈 方明被这一幕也惊着了 还想再说什么时 客栈里的人都出来热情地迎接我们 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 此时弹幕也和方明一样震惊 卧槽 这鸟居然听得懂人话 还挺互主 家人们 没有人觉得这鸟长得很酷吗 尤其是刚刚攻击那一下 摔爆了 方明又开始狗叫 上面嘴巴干净点 方明明显是很熟才开玩笑啊 就是离爱发疯不是一天两天了 你看她的鸟都开不起玩笑 等寒暄得差不多时 导演组开始让抽签决定住宿的房间 但是与之不同的是 这次是让宠物自己去选择房间号 全凭宠物运气 我看了眼刚刚从笼子里 飞出来站在我肩膀上的悬凤 小生问道 哎 你运气咋样 她的意思是 让你去给咱俩选房间 玄凤仰了仰头顶的羽毛 得意的说 我运气一向很好 然后又补了一句 我都能遇到你 可见运气有多好 说完有点害羞 又有点得意的在我耳边飞了两圈 我服了 吧 所以等我推开破败不堪的房门时 好运气的玄凤看天看地就是不看我 我抽了抽嘴角 故意和他对视 反问道 这就是你说的好运气 玄凤沉默无法反驳 只能搭了个脑袋 憋了半天小声嘀咕 那也可能我的运气都用来遇到你了 什么玩意儿 外面的机器有些吵 我没听清全部 但是直觉又是一些骚话 就没再问他 弹幕此时已经乐疯了 哈哈哈哈 这鸟好搞笑 前一秒得死自己运气好 还开平飞了两圈 后一秒直接打脸 铃银开门一瞬间都懵了 哈哈 鸟 再笑 把你们斗杀了 好萌辣呀 低着头也不开平了 哈哈 我其实不怎么在意住哪 反正也不至于露宿街头 于是开始整理行李箱 打扫卫生 玄凤看我忙来忙去的 停在我面前问 我能做什么呢 我一边整理衣服头也没抬 一个小不点 能干啥 玄凤有些不满 沉默着帮我把刚刚收拾的垃圾袋 扔去了外面的垃圾桶 然后又飞到我面前 证明自己 我很强 不得不说 他不管是当鸟还是当人 都好看的不行 现在这一副傲娇样在眼前时 真的忍不住想上手rule up 于是我摸了摸他漂亮的羽毛 复合到 很强 我忘记了他也不提醒 只是一直跟着我 直到我想起来 弹幕此时又开始炸锅 我天 我居然被一只鸟吸引 作家恶求表扬 这是什么甜鸟啊 哈哈甜鸟是什么鬼 这鸟眼里有活呀 李延也没有传说中那么颠嘛 性格挺讨喜呀 是吧 是吧 我延姐只是路见不平 喜欢发疯 不是颠婆呀 李延 好好好 你们就是这么宣传我的 等到好不容易收拾好的时候 我已经累贪了 玄凤也没好到哪去 闭着眼睛把翅膀散开 趴在我旁边睡觉 不知道为什么 我突然有些心疼和愧疚 他好好一直凤凰 被我折腾的来做直播打扫房间 还不能用人形 我捏手捏脚爬起来 手在他眼前试探了一下 发现他真睡着了 于是小心地帮他梳毛 然后放松放松爪子 算是帮他按摩吧 触到他身上传来温热时 我手一顿 心里莫名有些复杂一样的情绪 我赶紧晃了晃脑袋 清理思绪 我肯定觉得太麻烦他了 对一只鸟的愧疚而已 嗯 对 我才没有别的意思 但是我不知道的是 玄凤眼睛微微瞇了起来 头顶的关羽悄悄开花 弹幕又开始滚动播放 Vocal太浮黑了 装睡片爆爆 啊 我脑子里已经开始博览群书了 这鸟不好看 建议林妍给我寄过来 我来养 算盘不要太想 哈哈哈哈 快过来给一一亲亲 林妍怎么忍得住 这不得弱二 就 快到晚上的时候 导演组难得的 给我们准备一桌子饭 大家都聚在一起吃饭 我饿疯了 也顾不上什么社交 专心干饭的时候 一道黑影突然向我扑来 我条件反射的闭眼躲避 就听到耳边传来低沉的声音 别怕 再睁开眼 旋风展开翅膀 护在我身前 力气十足 与此同时 一阵刺耳的狗叫声响起 方明家的小泰迪 可怜巴巴在方明脚边撒泼叫着 好像受了很大委屈一样 马得 他居然让他家狗来扑我 我还没有开口说话时 方明就恶人先告状 炎炎 狗狗只是想跟你玩 至于吗 天杀的 有这么玩的 敢耍老子 我眼神是一旋缝我没事 开始阴阳怪气 那不见得 他这张嘴还能咬别人 可怕得很 方明还想在说什么时 何时老出来打圆场 说什么都是误会 狗狗是看见美女激动巴拉巴拉的 我爱着直播不好发作 只能顺着这个台阶下来 方明估计也顾念着自己的 单纯大男孩人设 只好作罢 直播间的网友见证了这一出大戏 此时纷纷刷屏 靠 方明肯定是故意的 他专门往黎岩那个方向 扔完锯球 让小狗去扑 对 他就是想下黎岩 能不能别阴谋论 说是狗狗跟他玩 黎岩出了名的怕狗 有这么玩的 真是狗随主人 小鸟都没打到他 就在那碰瓷乱叫 不得不说 这鸟太帅了 瞬间飞过来拦着泰迪 男友力抱棚了 一场闹剧之后 大家吃饭没什么胃口 我早早就带着 玄凤回房间看剧 这一天的拍摄任务 也算结束了 导演组也提前 给了第二天的任务 居然要让我们自己 赚钱自己做饭 这可如何是好 赚钱倒可以想办法 做饭嘛 我是真的白痴 玄凤看出我的情绪 试探的问道 不然我变成人帮你做 还有这好事 我看了眼四周 确保没有摄像机之后 还点头 你就算变回人 也不会做饭啊 玄凤变回人形 一脸不可思议的说道 我会 你书架上那本诗谱 我看完了 这下换我震惊了 虽然没有摄像头 但我还是轻声问 你学这个干吗 玄凤面无表情 仿佛理应如此 我得照顾爱人 肯定得学人类的东西 我无言以对 离得太近的原因 玄凤的呼吸 就洒在我耳边 余光还能看见他 帅得如完美雕塑一般的侧脸 突然有些尴尬怎么回事 我只能立马躺下用被子 把自己都给岩石 闷声说 睡 睡觉 玄凤挑没看我 有些不理解我突然的行为 然后半天也没个声响 我悄悄探出脑袋 发现玄凤还是看着我 似乎有些纠结怎么开口 我疑惑地跟他对视一会儿后 突然反应过来 这里只有一张床 十 之前在家的那几天 我虽然给他安排了隔壁的房间 但一叫起来 他总是躺在我房间的沙发上 我问他 他居然说自己害怕 他初见我时 那么黑的晚上都是一个人 也没见他害怕 但是考虑到 或许凤凰是群居动物 确实不能落单 等着尊重他族的习惯 我就默许了他睡在沙发上 只不过这沙发越睡离床越近 我晃了晃脑袋 拉回思绪 看着这独有的一张床 不知道怎么安排 环顾四周 突然看到我带来的鸟笼子 我不好意思地对他一笑 不然 您今晚凑合一下 玄凤沉默了一会儿 嘴巴抿成一条线 一个大高个 莫名显得有些可怜 我又安慰了几番 给他笼子里铺了一个毯子 他才点点头 但走过去的背影 写满了拒绝 等他又变成鸟飞进去之后 又害怕我嫌他小气了 于是又故作轻松 跟我解释 这是你专门给我打的地铺 虽然有点小 但我还是很开心 不知道怎么回事 突然居然觉得 他有些可爱 但是等我晚上醒来的时候 看见他变成人 躺在我床边地板上 睡得正香 还不忘有样学样 给自己身下铺了那块 我给他铺在笼子里毯子 我就知道 这鸟怎么可能乖乖 待在笼子里 借着月色 我偷偷打量 睡在地上的玄凤 不得不说 他长得真没话说 睫毛长长地垂着 眼尾还有一颗 深红的泪质 显得更加勾人 睡着了莫名很乖 像个小孩子 一点都没有平时那骨子 不经意地桀骜不逊模样 他白天张开翅膀 挡在前面保护我的样子 突然浮现在眼前 再看他一个 快一米九的大高个 挤在地板上睡觉的背影 我心里有点不是滋味 我看着天花板 纠结了一会儿 还是叫醒他 那个玄凤 你要不要上床 跟我一起睡 玄凤被我叫起来 刚开始还有点懵 然后听到我的话之后 闪电一般的速度 翻身上床 我都没看清他 怎么动作的 已经躺在我身边了 眼睛亮得像嵌了星星 要 玄凤向我露出一个 罕见的灿烂笑容 连声音都染了笑意 和之前那附动不动 就害羞傲娇样子 完全不一样了 我心里莫名 也被快乐感染 嘴角忍不住上扬 但嘴上还是说 晚上不许乱动 不然赶你去笼子睡 玄凤文言 乖乖睡到最边边 真奇妙 之前我怕玄凤 怕得要死 生怕他弄死我 现在身份 居然完全颠倒过来 这么想着 困意袭来 我慢慢睡了过去 十一 第二天被喇叭吵起来的时候 玄凤已经变回鸟 在玩我的头发了 今天我们需要去工作 妇客站住宿费 但是工作内容 由抽签决定 好死不死 我抽到了卖唱 节目组绝对是跟我有仇 我上次被骂 就是因为和方明合唱的时候 唱得太好 被说假唱 唐姐让我最近 都别和唱歌沾边 没想到 这居然撞上了 我正在犹豫的时候 玄凤突然说 你歌声很好听 我凑到他耳边小声说 可是万一大家不喜欢怎么办 开玩笑 要是再被黑 唐姐不得杀了我 玄凤飞到我面前 挥舞着翅膀 至少我永远喜欢 心脏好像被什么东西击中了 我深呼吸好几口 然后站在准备好的舞台上 用不太好的设备 开始唱 但是围观的群众 依旧不是很多 我有些沮丧 干脆直接轻唱起来 玄凤一愣 然后跟着节奏 展翅鸣叫 周围的鸟听到后 像是约好的一样 也陆续鸣叫起来 跟着音乐节奏 歌声中夹杂着事实的鸟鸣 显得和谐又空灵 等我唱完 才发现周围已经站满了人 不知道谁先带头 人群中爆发出一声声好和掌声 弹幕此时也十分沸腾 卧槽 这是白鸟嘲讽 这是真实存在的 到底谁说 李延唱歌不好听 刚刚那段吟唱 拼得我汗毛都起来了 冷知识 李延是地大音乐学院硕士毕业 又在做秀 和方明那次不还是假唱 来来 你家哥哥牛逼 给我做一个这种秀 我靠 我迷上这个女人了 之后在大家的热情下 我又继续唱了几首 玄凤二大爷一样 懒懒的靠在前箱子上给我数钱 弹幕又开始刷起来 哈哈 看鸟哥 李延辛苦卖唱 他在数钱 鸟哥什么鬼啊 人家是小鹦鹉了 这鹦鹉什么品种 看直播下来 我也想养鹦鹉了 好像是玄凤鹦鹉吧 有红脸蛋 鸟 红脸蛋 击毙你 我不要面子吗 有一说一 严姐唱歌真好听 最后的结果 自然是赚得盆满钵满 还给综艺带了一波热度 导演笑得合不拢嘴 在我的软磨硬泡下 允许我们用剩下的钱去干饭 我赶紧带着玄凤下馆子 吃得正欢 就接到了唐姐的电话 他就说了一句话 看某博 自从上次被黑了之后 我就把这玩意卸载了 看唐姐的语气 我还以为我又被黑了 急急忙忙下载 回来之后我都傻眼了 一连看到好几个词条 警号黎言唱歌警号 警号黎言音乐学院 硕士毕业警号 警号鸟哥是谁警号 卧槽 我吸溜了一口面 我这是要火的节奏啊 12 自从我唱歌赚钱之后 方明对我就没有好脸色 我懒得理他 继续在综艺里 做了两篇任务 就麻溜带着玄凤回家 后面几期 录得也都十分成功 玄凤和我创造了很多 搞笑名场面 直播人气 居然碾压性的创新高 某伯对我的评论 开始友好起来 再加上之后 方明脚踏多只船 被垂塌房 有一部分网友扒出 我们当时恩怨的原因 网上对我的态度 彻底发生转变 等综艺彻底结束后 其实就没有理由 再缠着玄凤了 当时我明明想的是 综艺结束后 就劝他回山里来着 但是看着在厨房忙活的玄凤 要沦陷的节奏啊 我生硬地挪开目光 胡乱说 你做饭太好吃了 我都吃胖了 最近要减肥 他一只鸟 不仅做饭好吃就算了 学习能力还那么强 短短几个月时间 电脑手机用得比我还溜 我书架那一堆用来装逼 从来没看过的书全 被他看完了 玄凤停下手上的动作 疑惑到 你已经很瘦了 他歪着脑袋想了想 似乎很不明白 自然界强壮的动物 才能抵御各种意外天敌 我实在不明白 人类为什么要追求过分瘦身 莫办法呀 上进胖使精 身材焦虑 作为一个女明星 要是没有这点觉悟 胖一斤都能被吐槽 我也不知道 怎么跟他一直了解是这些 玄凤给我成了半碗海鲜粥 继续说 健康就好 身材各有各的美 然后递给我 当然就像你说的 人类的感情需要互相尊重 我尊重你的想法 那今天就吃半碗 我 你还真是越来越有人样了呀 我走过去 再咬了一勺 一本正经的说 吃饱了才有力气减肥 明天再减 玄凤洗碗的时候 我突然想到 今天堂姐跟我说的是 还是决定告诉她 对了 最近我要去综艺的庆功宴 得去三四天的样子 果然玄凤神色 立马落墨下来 嘴角都抿成一条线 我知道养小狗会有分离焦虑 原来凤凰也有吗 她洗碗的动作明显变慢 然后装作不在意的问 怎么要去这么久 我被她这样子萌到了 没过脑子脱口而出 因为要赚钱养你呀 话一出 我就反应过来 然后不争气的脸红了 这话其实刚认识 那会我框塌时 就开了笑说过 不过那时候都觉得无所谓 现在居然觉得很不好意思 玄凤已经免疫了 若有所思的拿出自己手机 给我看她的余额 她手机和卡 都是我给她办的 都是我的名字 我打开余额一看 都惊了 这怎么这么多钱 她依旧没什么表情 像是在说一件 非常平常的事情 这个月炒股的 你还会炒股 这踏码 不就是会做饭 会做家务的小金库吗 玄凤低头看向我 毛子半垂着 十分温柔 出口的话却是坚定的 我也可以养你 我动了动嘴唇 正想说什么时 她又一笑 对我说 你喜欢唱歌 那就去追求你的梦想 但是太累了 也可以休息的 夕阳的光 透过窗户打在她身上 将她整个人包裹在彩霞里 她站在光里说 我会努力 成为你可以勇敢说不得后盾 心又不受控制地猛跳起来 我忍不住想要抱她时 玄凤顿了顿 可怜巴巴地望着我 拽了拽我的袖子 颇有些撒娇的意味 但是追求梦想的时候 可以戴上玄凤吗 我 在这儿等我呢是吧 十三 在玄凤的软磨硬泡下 她还是跟我一起去了庆功宴 不过是变成鸟样 对我揣斗里去的 据说这个庆功宴 是贼牛逼的疯狂集团主办的 等我忙完英愁时 已经喝多了 堂姐不放心 送我回房间 好巧不巧 玄凤此刻就在房间 好巧不巧 我喝多忘了这回事 好巧不巧 她进门时 正好看见玄凤大便活人的一幕 我酒醒了 也要完了 堂姐已经彻底疯了 拿出手机看时间 想确认是不是在做梦 谁知道玄凤一看见手机之后 瞳孔一缩 然后微微眯起 啪 眨眼间 整栋楼都停电了 黑暗中 她附在我耳边轻轻说 别怕 不会被抓走的 我愣了半天 才想起来我们之前的对话 她以为堂姐 是要开摄像头 和那些狗仔一样拍照 堂姐恢复了一些理智 指了指玄凤 还有些没缓过来 她是妖怪 她是凤凰啊 于是我晃了晃脑袋 大着舌头 实话实说 她不是妖怪 她是祥瑞 在堂姐无语了 正准备说什么时 房间重新亮起来 几乎同时 门外响起敲门声 玄凤在看见灯亮的一瞬间 微微皱眉 疑惑地看向门外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堂姐去开门时 我要拦 玄凤却拉住我摇了摇头 巧声说 别怕 不要紧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不要紧 我心如死灰 看着堂姐打开门 脚步声响起 纵使我有准备 但是看清来人的长相时 还是一愣 这人 我没记错的话 不是凤凰集团 那位年轻的总裁陆藏锋吗 他进门的瞬间 把堂姐护在身后 然后哭步走来 脸上都是属于 上位者的灵力和威严 等走近看到玄凤时 纵然这么一张 冷漠的冰块脸 也出现一丝裂痕 局势怎么有些微妙 陆藏锋突然吃笑一声 有些冷得开口 翅膀硬了 来了也不说一声 什么情况 他们认识 玄凤在看清来人时 表情也比较奇怪 然后不情不愿地叫了一声 小叔 我 堂姐 我也没想到 我只是参加一个庆功宴 就演变成这个样子 堂姐打破诡异的沉默 对我说 没想到这么有缘 你家小白脸也是凤凰啊 我嘴角抽了抽 示意她和那位是什么关系 堂姐两手一摊 如你所见 合法伴侣 我去 堂姐 你藏得够深 堂姐跟我科普了很多 我不知道的事情 我才知道 这个世界有多奇妙 他们居然有一个 专门管理这些非人的机构 和人类相处的还算和谐 而陆藏锋就是机构老大之一 那两只鸟在外面 不知道说些什么 等到他们出来的时候 玄凤脸上 看不出什么情绪 陆藏锋牵着堂姐都打算走了 又退回来 板着冰块脸说 她户口在我这儿 不是黑户 顿了顿 她意味深长地 看了一眼玄凤 替她解释 一般补充了一句 可以结婚 十四 不知道玄凤和她小叔谈了什么 只知道这件事之后 玄凤就去她公司上班了 而陆藏锋 颇有些培养她 继承公司的意味 我问过好多次 她都闭口不言 直到堂姐有次跟我闲聊 不经意地说 玄凤工作起来还挺拼 藏锋跟我说 她是想做盾牌 盾牌 我突然想起来 她曾经跟我说过的 想做我后盾的事情 她一只鸟 现在在努力地 适应人类社会 心里突然就暖了起来 我花了半天 想清楚自己的感情后 打算晚上跟玄凤说清楚 玄凤却不太对劲 我进门开灯之后 就看到她整个人靠在床上 像是在忍耐什么 全身都是滚烫的 好家伙 这是咋了 我也不敢把她送医院 只能急急忙忙 给她用冷毛巾降温 触到玄凤皮肤的一瞬间 她整个人肉眼可见绷紧 瞳孔皱缩 眼底变得漆黑 我真怕她有什么事 立马凑近问她怎么了 但是玄凤状态太奇怪了 眼神一直追着我 呼吸变得有些紊乱 她似乎有些隐忍 刻着自己一样 把我的手从自己额头上拿下来 开口时声音已经沙哑了 别动 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些片段 卧槽 这鸟 不会是我想的那个吧 我看着她越来越迷乱的眼神 尝试着叫她的名字 但是这不知道触到她哪一点 只见她突然一个翻身 就把我压在身下 温热的呼吸 发在我所谷上 我猜对了 玄凤小心翼翼的凑过来 想亲我 却在快速到我的那一瞬间 想起什么一样 问道 可以吗 不知道啊 老师没教啊 看着她带着水雾的眼神 和我们之间经历的种种 我认命地点头 然后玄凤带着近乎虔诚的动作 吻上我的额头 十五 真的 我没有想到事情会进展到这一步 我坐在沙发上 看着那扇紧闭的门 有些没缓过神 玄凤她居然只亲了我一下 突然反应过来一样 眼底都是迷茫 嘴里说着什么 没有人类求婚不可以这样 不能伤害 我简直目瞪口呆 想起自己之前 嫌她动不动就要搂搂抱抱 于是告诉她 人类社会没求婚不能这样 简直想开炮炸了自己 直到天都大亮时 玄凤还没从浴室出来 叫她她也不理人 我实在怕她出什么意外 纠结很久 还是打算给堂姐打个电话 问问她玄凤这情况到底有没有事 用不用送医院 结果电话刚响几声就被暗灭 我疑惑地重新拨过去 这次接通了 我有些扭捏地开口问 堂姐 玄凤她 话还没说完 然后不等我反应就挂了电话 刚刚 那是陆藏锋吧 堂姐在忙 靠 我脸一下子烧起来 那我是不是也得忙起来呀 要了命了 玄凤还在那自己马卡巴卡 一直这么泡下去不是办法 而且我确实喜欢她 没办法 自己交出来的自己宠呗 还能理咋地 我在抽屉里取出她送我的羽毛 打开浴室门 玄凤脸上还是未退的飞红 整个人泡在浴池里 也不知道躺了多久 我赶紧半拖半拽 把她搞到床上 玄凤眼神还是很迷茫 坚持不去看我 我强迫她跟我对视 然后很正经地 拿出那只球偶的羽毛说 你看 你一直在为我适应人类生活 求婚我也适应你们的 用这个重新求婚可以吗 玄凤刚开始愣愣地 直到我说完之后 她眼底的情绪 翻山倒海地袭来 眼尾瞬间染上飞红 声音有些颤抖地说 嫁给我 我重重点头 然后主动吻上她 玄凤整个人都绷得很紧 只是迟疑了一瞬 就扣着我后脑 少稳了过来 然后我就忙了起来 十六 等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玄凤已经在外面做饭了 迷迷糊糊间 我发现手上不知道 什么时候被带了一枚戒指 见我醒了 玄凤走过来 却不敢看我 只是有些紧张地说 这是给你补的戒指 说完头就低下去 整个人都红透了 不是 不应该我害羞吗 那现在我要干嘛 点根烟 我们也算在一起了 她多补了戒指 但是我都不知道 他们凤凰是怎么 互相送定情信物的 于是我清了清嗓子 有些不好意思 可是我什么也没给你准备啊 玄凤看向我 满眼真诚 你不需要适应我的 她是在说求婚的方式 顿了顿 她继续说 是我喜欢你 所以该是我适应你 你什么都不需要做 我就会向你走来 我没忍住又凑过去 亲了她一下 看着手上闪闪发光的戒指 问 你的那个呢 果然 玄凤从兜里掏出一个盒子 属于她的那枚 静静躺在那里 我在玄凤温柔地 注视下去拿戒指 给她戴上时 才发现她手抖得厉害 然后食指向扣 玄凤低下头 耳朵还是红的 试探着问道 那可以一起睡床吗 不是 她怎么现在这么矜持 之前那个 动不动把人抵在墙上抱的人 是一去不复返了吧 她每天都看的什么书啊 我叹口气 先抬被子 可以 玄凤面上没什么表情 但是嘴角不可控制地 微微勾起 然后瞬间躺进来 过了一会儿 她转过头看我 十分正惊 仿佛在说一件大事 那可以牵手吗 我挑了挑眉 可以 玄凤眼睛里瞬间染上笑意 还想继续问识 我主动凑过去 亲了她一下 玄凤脸瞬间变红 可以可以都可以 屋外的天光大好 阳光顺着窗户照在被子上 又慢慢照进人心里 照得整个人都暖哄哄的 我们靠在一起 都互相笑了起来 全文完